理論上輸出應該就蠻方便的 將來以後如果你要做一些資料處理的話 反正就把程式做這樣 你說是這個90%表跟其他有什麼關係 其實以後輸出都是一個表格 有縱向有橫向 那你只要有類似的規則 你就可以做出你想要的那個樣子 所以後面我們會舉一個 這個問題讓大家去思考看看 比如說後面我希望請大家去找一些資料 然後做一些切割的動作 比如說底下有一個問題 就類似像比如三字經或者是固定長度的資料 然後你把資料放在右邊 那用什麼方式可以把它們分別分割 等於三個字三個字放一個儲存格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放的方式是 總共放八個之後換到下一列 八個換到下一列 一直在推 所以如果你是固定長度的資料 比如說是一個字 兩個字三個字 四個字五個字 那你就固定長度把你要的資料分別 放在表格裡面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所以第一個啦 當然我是舉一個例子 那你可以找別的固定長度資料 比如三字經 那當然你可以在Google上面查三字經全文嘛 只是說它有標點符號 那那個標點符號會妨礙 所以你可能第一件事 你可能需要先把標點符號拿掉 也就是那個全文是沒有標點符號的一個資料 那你就可以 我們後面可能會希望練習就是說 有沒有辦法幫我們把這個資料 快速的切割 放在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而且不會亂掉 你不能說就是放過來 位置不對 或者數字不對 那當然 就會有問題 這個後面我們再來看 然後呢 最後我是希望說可以把這個結果 把它輸出正確之後 OK嗎 有個清除 然後有個輸出 那不過我跟各位講 清除 如果一般來寫的話 通常 不太會寫這樣子 其實這樣的寫也OK 只是說這樣的寫的方式 以執行的效率來說 是會非常差 為什麼 因為它等於是跑了 9981次 它是按照一個一個儲存格裡面輸出空白 不是空白 清除裡面的資料 所以等於會清除 總共有81次 那你說那怎麼樣寫會比較快 其實理論上 一般我們不太會用一個一個儲存格清除資料 因為如果你儲存格非常多的時候 哇 那就會變成慢動作 它會一直清 清到你真的是 實在太慢了 OK 因為目前才81個 所以如果你要清 8100個的話 哇 那一定會看到 它越跑越慢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快一點 把它整個跑完的話 理論上 我會把它改寫 改寫成什麼 就是寫成用Range的方式 為什麼 因為在Excel裡面 除了儲存格之外 假設你要做一樣的事情 你是可以指定一個範圍 那所謂的範圍 你將來的敘述方式 你只要跟它講 哪一個儲存格 到哪一個儲存格 它就會自動把它變成一個範圍 所以你只要跟它講 我要從B4到J12 有沒有 然後裡面幫我清掉資料 那寫法很簡單 還記得有一個物件 叫Range 這個Range非常重要 Range 其實是範圍 刮鬍 那裡面必須要 給它 一個 出生哪一個 一個文字 哪個出生格 B4 冒號 J12就可以了 好了 記得前後雙以後 那後面加一個等於清除資料 這樣就OK了 寫這樣子 有沒有 我是覺得執行效率應該會比較快 執行一下 這個是 如果剛剛的清除 你會發現 應該還是看不到 但實際上這個會更快 為什麼 因為它瞬間 一次就全部把資料清空 我是比較建議你寫這樣 你今天還是不要寫剛剛那樣的方式 雖然這一題來說 好像感覺不出來 因為現在跑太快了 好那最後的話 就是請你把 J12跟清除 一樣做兩個按鈕放旁邊 這個我就 然後就是 開發人員裡面有個插入 然後這邊有個表單控制下 就是按鈕 這個應該 我們在大一的時候做蠻多的這種按鈕 然後按住它 往右下角拖拉 放開之後指向 聚集就是SARB 就是九九層發表 然後把這個名稱也順便複製一下 點它的時候呢 去執行這個SARB 那名稱複製之後按確定 把按鈕上面的按鈕1 改成九九層發表 那一樣的方式 再增加第二個按鈕 有沒有在底下加一個清除 OK清除 然後這邊一樣點它 選取複製 確定之後 然後把上面按鈕名稱呢 改成叫做清除 好那這樣的話按一下 有了 清除 OK 所以 最後的話 我就是 再把它清除的寫法 改的比較有效率的寫法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你是一個範圍 而且都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我強烈建議 一定要用Range 不要用Sales 不然的話它會變成一個一個慢慢的清除 是相對比較沒有效率的 OK 那最後再把兩個按鈕給做出來 這樣子這個部分就OK了 那當然最後呢 這個證照考試題目 它其實還有問到一個問題 它就說什麼 第二是畫框線 我想就 就先跳過好了 我們先看第三 格式化條件設定 那這個格式化條件是 我把它放大一下 那它主要是希望說 在B4到J的時候 就剛剛我們選那個範圍 它說什麼 乘數與被乘數相等時 其實就對角一些 就是 上面跟右 左邊的那個數字相等的時候 把它設定為 乘色填滿 OK 大概就這樣 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切到最前面這個好了 意思就是 如果這個跟這個一樣 那就這個要把它填一個層 以前的做法 那不是叫你用人工 填滿的話就油漆桶 橙色的話應該是這個啦 有沒有 橙色 這個跟這個一樣 所以這個 所以其實是對角線 有沒有就是這幾個 分別怎麼樣 把它 填上 橙色 可是問題來了 你如果假設 你不會用更快的方法的話 那變成說你就 勢必就是只能怎麼樣 一個一個慢慢填 這樣填有點慢 有沒有 而且 當快一點你可以用這個油漆桶 可以 這個 這個叫 複製格式 你可以 點兩下 然後可以一直刷 這樣好像快一點點 但是好像 如果你假設範圍更大的話 自然就不適合用這個方法 所以你需要做 的方式 這個地方你可以用一個功能 叫做 設定格式化條件 這邊可以新增一個規則 所以 請各位先試試看 第一個 假如你不寫程式的話 第二個你可以用VBA 如果你 不寫程式的情況下 其實你是可以利用什麼 設定格式化條件 給它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就滿足什麼 陳述跟被陳述相同的話 那就幫我把它的底色 變成陳述 可是這個問題要 怎麼去建立這個規則 當然跟各位講 你在建立規則之前 你要先告訴他說 你要 你要判斷的那一些 儲存格的範圍先給他 所以第一個 如果你要用這個之前 第一個 你要先把 九者乘法表的這個範圍先選起來 第一個 這個一定要 就是你可能要填顏色的那個範圍 你要先告訴他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在這邊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一個規則 那這個規則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主要有 123456種 但是你說哪一種可以 這什麼 根據其 值的格式 所有 所有 所以這應該不行 只格式包含下列的儲存格 它這個什麼 裡面有什麼 特有 特定的文字嗎 好像不是 發生日期嗎 也不是 所以這些 這個也不行 所以理論上 前幾個都不行 它其實只能用最後一個 就是 使用公式 來決定 要格式化哪些儲存格 可問題來了 這個公式 要如何下 這個就是最難的地方 所以這邊可能你要下一個公式 一般的習慣是前面 一定有一個等號 當什麼條件發生的時候 那底下就是格式 就是你要把底色 所以格式你就點一下 底色的話是填滿 顏色的話就這個橙色 所以你就當 某個條件發生的時候 就幫我把它改成 這個填滿 填滿就是指的是 那個 背後的顏色 底色 變成橙色 所以請問先試試看 最重要是這個公式 如何做 如果你不會這個啦 還有第二個方法 你可以利用VBA 所以剛剛VBA的時候 你可以再加一個按鈕 叫做什麼呢 叫做對角線填上橙色 這個的話你可以拿 剛剛這個吧 就是這一段橙色 再複製貼一下 然後你可以什麼 對角線 這邊可以給它一個 Sup名稱 叫對角線 給它一個名稱 不要一樣就OK了 然後呢我們其實可以在 這個裡面多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 if 有沒有 如果呢 它 其實它蠻簡單的 如果 i跟j相等的時候 有沒有 乘數跟變成相等 所以其實你就什麼 i 相等就等於j的時候 空一格 然後做什麼 有沒有 那其實就把你的 填滿寫在這裡 其實OK了 請各位試試看兩種方法 那待會我們就分別把 這兩種方法 跟各位做個介紹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喜歡 請 小塊